嗨 大家新年快樂 跟你們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英文聊天書跟聽力書 有新的上課網站囉 叫做英文庫課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呢 是因為今年三月 我跟哥倫布兩個人會第一次一起 共同推出一個新的英文課程 主題呢 會是英文流行語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我們所有的課程 包含發音庫 文法庫 然後我的聽力書跟聊天書 通通都放在同個網站 也就是英文庫課程 這樣子你們在登入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課程啦 那我的就學人呢 會在email裡面收到這一封 設定帳號密碼的信 可以去找看看哦 那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三月共同推出的新課程 嗨 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過完年重新上工 大家是不是有想要好好學英文的感覺了呢 其實我偶爾也是會覺得 自己好像沒有以前那種認真的在學英文哦 但其實仔細想想 我的生活中就有很多小習慣 有生活方式 可以讓我持續的接觸跟練習英文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分享 30個生活中幫助我學英文的小習慣 那想想在新的一年 可以給你一些學英文的靈感哦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呢是聯繫英文的客服 那我自己偶爾呢會買一些國外的網拍啊 或者是訂閱服務 如果我沒有收到包裹 或者是想要取消訂閱的時候呢 我都會直接寫email 或傳訊息給客服 那常見的email主旨呢 可能就是 refund request 也就是退款申請 或者是 subscription cancellation 訂閱取消 那第二個呢就是研究學英文的APP 因為我們團隊呢 今年其實想要 開發有學英文的APP 現在就是如火如荼進行當中 我就花了很多錢 所以啊 三不五十 我就會上app store 然後看看其他人開發的學英文的APP 那去年其實我推薦了還蠻多的 像是Elsa Elsa呢就是 你可以用它來學發音 比如說 你就可以附送 What are you doing now 然後它就會給你回饋 告訴你說哪裡念對 哪裡念錯 那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呢 就是 HiNative 它比較是一個社群感的APP 它是一個語言學習論壇 很多人會去上面發問 所以呢 你可以提出自己學語言的問題 然後下面會有很多Native speaker 幫你解答你的問題 或是告訴你說 你講的自不自然啊 有沒有哪個地方需要修改 所以這些APP呢都是我還蠻喜歡的 第三個呢就是用英文學瑜伽 那時候在加拿大的瑜伽教室啊 我就學到了很多 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奇怪的身體部位名稱 然後有一次老師就說 PUT YOUR FOREHEAD ON YOUR SHIN 然後我就想說 額頭是要放在哪裡 然後我也不敢問嘛 然後我一直在看 旁邊的人彎腰 就是把額頭放哪 然後才看到他們是把額頭放在 就是 在那邊看到我的腳 就是 這一塊 它呢叫做 所以我就從 做瑜伽當中 學到了很多身體部位的名稱啦 第四個呢就是用英文的手機介面 比如說啊 你把手機改成英文之後 Uber Eats 就會 一樣變成英文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單字 像是 Delivery 外送 Pick Up呢就是外帶 最新優惠叫做 Ladies Deals 評分最高的呢叫做 Highest Rated 第五個呢是跟講英文的朋友吃飯 我現在呢在台北還是有一些只會講英文的朋友 有些呢是以前在加拿大留學認識的 然後有一些呢是 就是朋友的朋友啊之類的 我發現其實講英文的人的朋友 基本上也都講英文 所以你只要可以認識第一個人之後 讓你比較願意出去社交啊 多認識新的人 其實是可以慢慢累積一個講英文的朋友圈的 第六個呢就是寫英文教學的稿子 因為這就是我的工作啦 雖然我現在讀的東西沒有像可能以前念研究所的時候 那麼難的英文 但是啊我只要一寫稿 就一定會接觸到英文的內容 要去查一些資料啊 或者是查一下別人怎麼教某個概念等等 七個呢就是用英文學煮咖啡 然後我雙十一的時候買了這一台 意識濃縮咖啡機 以前呢我都是喝膠囊咖啡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每天早上都要喝拿鐵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我應該要認真學一下怎麼樣煮拿鐵 那過程當中呢我也是用英文搜尋了很多YouTube影片 然後就學到了這個 這個叫做充足把手 英文呢是portafilter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東東 就以前我連中文叫什麼都不知道 它就是壓粉器 就是你磨完那個咖啡粉之後你要把它壓平嘛 就會用到這個叫做stamper 然後再來呢就是你在蒸牛奶的時候 就會用到它就是蒸氣管叫做steam wand 就這些單字呢可能對你來說感覺很不實用 但是呢對我來說因為我最近在學煮咖啡 所以這跟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然後呢我也學到了很多新的英文單字喔 第八個呢就是追美劇啦 這幾個月我看了white lotus 叫做白蓮花大飯店 它是一部satire satire呢就是諷刺劇 就是會用一些很誇張荒謬跟尷尬的劇情 然後來傳達一個他想要諷刺的事 那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sdr network satire娛樂 這個satire其實就是satire這個字來的喔 white lotus這部片啊我是覺得真的好看 可能是因為剛好戳到我的笑點吧 我就是很喜歡很尷尬很酸 因為它整部劇呢都是在諷刺所謂有錢人的煩惱 第九個呢就是看美劇的劇評 我自己看完劇之後呢就會去google各種分析 然後可能是blog post啊也可能是影片啊 那追完之後大概有一個禮拜時間 我的youtube推薦都會是分心美劇的那種video essay 第十個呢就是工作上與同事的英文溝通 現在我們公司其實有一位全職跟一位外包的外國老師 所以每週啊我們都還是會有幾個全英文的會議 那除了會議時間之外我們都會在slack上面用英文溝通嘛 那我們公司現在就是remote first 以遠端為原則 每一次不用來辦公室 想來還是可以來 但是呢只要公司有這幾個外國同事的存在 我的生活中還是會需要跟我們跟他們溝通的 第十一個呢就是買國外的網拍啦 那基本上國外的品牌我都會盡量等到我出國的時候買 像是黑色星期五的時候啊 或是感恩節都會有非常低的折扣喔 那如果有人在台灣的話呢 還是可以用surfshark VPN跨進到國外的網域 那就形同你人已經在國外 也可以享有當地同步的優惠喔 又不用飛出國 surfshark我之前已經在影片裡面介紹過啦 我的優惠碼呢是channelily 輸入可以想17折的優惠加上免費的三個月喔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第十一個呢是用英文學習管理公司 剛剛有提到說我們今年呢在想要開發UP 所以我忙著正昏天暗地喔 常常就會沒有時間拍影片我的腳本 最後我真的是受不了 因為我很想回來拍片 很想要今天的影片可以有更多的提升 我就很想找一個project manager 也就是專案經理 但因為我自己沒有任何相關的經驗 所以我就開始上網搜尋 project manager interview 然後我就從一些面試國外大公司 PM職缺的求職者寫的文章後去拍的影片 那其實這方面的資訊 在英文是比中文多非常多的喔 第十三個呢是聽英文引導的冥想 那我在去年呢終於養成冥想的習慣啦 那如果你是沒有冥想經驗的人 其實很推薦你從guided meditation開始 也就是引導式的冥想 那其實youtube上面就有很多這種guided meditation的影片了 那影片裡面就會有個溫柔的聲音 然後告訴你說現在注意力要放在哪裡 要怎麼樣調整你的呼吸 要怎麼樣平靜下來 你只要聽著他的指示去做完這個冥想就可以啦 比如說他可能會講說 observe the rise and fall of your breath 就是慢慢的觀察每次呼吸的起落 或他也會說move your attention to your forehead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帶到你的額頭 總之會有個溫柔的聲音帶領你完成一次冥想 非常適合初學者喔 第十四個呢是參加語言交換活動 我大概兩三年前很常去語言交換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台北的那個blast monkey附近 那blast monkey呢就是台北的一個運動酒吧啊 每個禮拜天晚上 我記得是禮拜天晚上 好像是語言交換之夜吧 然後如果我工作到一個段落 然後覺得很累的話 我就會散步過去參加 其實你住的城市 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語言交換活動 可以去搜尋看看喔 第十五個呢是華社群尋找英文教學內容 我都會追蹤很多學英文的Instagram帳號 我分享幾個我最近發現的 我蠻喜歡的IG帳號好了 一個叫做Tatiana 他會拍很多reels的小情信 來教你說更道地的英文 我自己每次滑到都會忍住看啦 我也另外很喜歡的呢就是Kate 他比較不是政經的教學 就是一個 拍一些搞笑的reels 但是這些reels的主題呢 都是一些學英文的人會遇到的小困難 比如說啊 不知道用哪個介系詞 或寫email的時候 為了一句話糾結很久的心情 就會拍成reels 每一隻都超級可愛 這十六個呢是看英文書 我還蠻推薦大家買Amazon Kindle 他就是Amazon的電子書 然後電子閱讀器他會記錄說你讀到哪裡 右下角這邊還會寫說你還有多少沒有讀 然後本身呢就是很輕很薄可以放在包包 那就會減少自己不讀書的藉口 第十七個呢是看YouTube影片當作消遣 那我分享一個我最近愛上的頻道呢 就叫做Coffeezilla 那Coffeezilla他像是一個網路偵探一樣 他專門呢就是揭露網路騙局 那最近讓頻道翻紅的呢是前一個月發布的 Investigating Logan Paul's Biggest Scam 影片裡面呢一步步的解謎 帶著網友呢去看世界上最有名的網紅 Logan Paul所主導的一個NFT遊戲騙局喔 影片裡面呢還有Coffeezilla 跟參與騙局的主謀正面對值的片段 也有受害人現身說法 根本就是一部精美的紀錄片喔 那影片目前已經快要達到一千萬觀看啊 推薦大家可以去訂閱他的頻道喔 第十八個呢是用Pinterest尋找靈感 如果我平常要畫畫啊或者是能做指甲啊 或者是買家具啊 我都會在Pinterest上面先找一些靈感 他是以圖片為基礎做搜尋 那當然是用英文來搜尋比較好啦 幾個很實用的字像是 Aesthetic也就是美感 或者是Illustration插圖 假設你想要找一個夕陽的圖 就可以打 Sunset Aesthetic 或者是Sunset Illustration 用這些英文的關鍵字都可以找到每個圖喔 第十九個呢 就是傳訊息給外國的友人 前陣子農曆新年的時候啊 我也傳訊息給以前留學時候的朋友喔 可以傳個Happy Chinese New Year 或者是問對方 How's it going? 最近過得怎麼樣啊 都是簡單開啟對話的一個方式啊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好維持感情的方式就是 回復別人的現實動態啊 看到對方去吃好吃的餐廳 你可以說Where is this? 這是哪裡啊? 這種簡單的問題可以讓對方回復起來比較沒有壓力 然後又可以開啟一個新的對話喔 第二十個呢是聽英文Podcast 這應該是很多人都會用的學習方法啦 那我今天要大推一個近期我很喜歡又有文稿的Podcast喔 它叫做How to build a happy life 意思就是怎麼樣建構一個快樂的人生 大家應該都是想要過快樂的生活吧 然後呢也常常積極的規劃 但是為什麼很多時候我們做了很多嘗試 但是得到的結果卻非常事與又為 那這個Podcast系列呢 就深入的探討在研究上啊 實務上啊 到底要如何才可以build a happy life 每次聽完都覺得非常的療癒 所以要再新的一年推薦給大家喔 第二十一個呢就是聽英文歌啦 這有點老梗啊 但是還是可以提一下 聽英文歌的話 學到的其實可以是英文的 音調啊 節奏啊 還有聯音 不過說實在我在家工作的時候 都會聽法文歌或lofi 或者韓文歌 因為這樣我比較 會分心的去聽歌詞啊 第二十二個呢 就是給家裡的物品呢 都貼英文標籤 我今天日子啊 買了一台標籤機 然後就 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都進入了我的整理魔人時期 然後我就買了這種透明的壓克力 然後上面都有寫說這是什麼樣的電線 但是重點是 我還拼錯喔 其實是lightning 我拼成lightning 但其實我覺得也不用那麼複雜啦 如果你是想要 讓你自己學到英文單字的生活 有點連結的話 你有變條紙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就幫他貼個名字 這樣子會把那個單字 跟你的生活 產生一些連結喔 第二十三個呢 是寫感恩日記 我在前一支影片有說 我去年開始啊 就是記錄一些我自己覺得 很幸運啊 或是我很感恩的事情 我其實大部分呢 都是會用英文寫的 但是啊 都會固定的練習到一個句型 比如說啊 I am grateful for my morning coffee 或者是 I am grateful for having a supporting team 有沒有發現grateful這個字的用法呢 都是grateful for 然後後面寫一個名詞 寫感恩日記呢 就是可以一直練習到這樣子的句型喔 如果沒有靈感的話呢 也可以試著搜尋看看 gratitude journal prompts 或者是gratitude journal examples 第二四個呢 就是買美股 這當然不是投資建議啦 就是一個學習的建議喔 因為自從我開始買美股之後 我就學了超多股票相關的用詞 因為在金融領域的詞啊 其實我是很不熟悉的 有時候呢 我也要開一下中文版 看一下那個對照喔 但是搭配啊 一些講美股國外youtuber的影片 看了幾個月之後啊 我現在其實都學的差不多啦 不一定有增加資本啊 但是有增加了一些英文學習的知識 第二十五個呢 就是google的語音助理 那我家最近呢 買了非常多個google的音響 那其實它有 內建一個語音助理的功能 比如說我早上起來就可以說 我可以google tell me about my day Hello Lily The time is 5.52pm 總之那就是跟我說 今天的天氣啊 氣溫啊 然後我的行事例上面有什麼啊 然後最後有時候會講一個冷笑話 另外你可以請他就是幫你上鬧鐘啊 幫你計時啊 就是很像家裡有一個人可以跟你講英文一樣 那第二十六個呢 就是用英文寫代辦事項 每個人的辦公桌上應該都有類似像 這種便利貼吧 就是你可以在講電話的時候呢 順便寫一下在講電話裡面講的什麼 那其實這種你可以挑戰自己一些 英文的一些小小的notes 就即便是一個小的動作啦 但是呢 其實你也把你自己接收到的資訊 轉換成英文然後寫出來 所以是一個還蠻好的練習 第二十七個呢 是聽英文的睡前故事 我是睡前一定要聽東西的人 因為我覺得太安靜 我反而會睡不著 那我常聽的就是一些英文的演講 或者是輕鬆的youtuber聊天影片 不過我知道很多人呢 喜歡聽的是睡前故事 或是你可以去youtube上面搜尋什麼 bad time stories for adults 大人聽的睡前故事 就比較不會是小朋友的版本啊 第二十八個呢 是讀英文google評價 很多google評價 它是已經被翻譯過的 你要點擊那個看原文 你才知道原本 留那個評價的人英文寫了什麼 其實很多外國人都很愛的google評價 我記得好像是因為國外的google 它是有獎勵大家留評價的 那台灣的話呢 就是你去一個餐廳 然後送你給五星評價 就是送薯條送小菜 所以常常吃到那種4.9顆心蛋和雷的餐廳 第二十九呢 是錄音聽自己說英文 現在你想說這也太痛苦了吧 但是呢 我沒有只出一張嘴喔 我是常常在聽自己講英文的喔 畢竟我平常去拍片 有時候都是講英文嘛 我自己剪的時候 我都會聽了幾十次 我自己也覺得蠻痛苦的 尤其是當我自己聽到自己講錯 又不能夠改的時候 但真的是很好的練習 我之前托福的學生啊 或是身邊正在練習演講 或是面試的人 都一定會自己錄音自己聽 就是看我的頻道啦 最後一項還是要講一下自己的頻道啦 因為這上面真的有很多 多年來累積的學習資源 幾乎每一個影片都有做講義 在公開筆記資料獎裡面 有助教製作的精美講義 然後頻道上面呢 有以前經歷直播的存檔啊 然後還有前陣子 我在美國加拿大拍的生活影片 都可以拿來複習喔 以上呢就是30個 我覺得我的生活當中 自然而然就會接觸到英文的一些機會 那今年的影片呢 我想要嘗試一些新的拍攝手法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新的影片呢 如果你的形式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樂吧 I'll see you in my next one 掰掰